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固态硬碟储存颗粒在大量出金换现金 也终于让我等到价格都很硬的 三星870 EVO 500GB 2.5寸SSD固态硬碟大特价了 我记得这一颗870 EVO 500GB 在一个月前还要售价1599元 想不到一个月后又再便宜个200元 我二话不说 马上下单买一个回来收藏 也顺便来测试一下 当年2.5寸SSD固态硬碟旗舰级之王 记得两年前三星的SSD固态硬碟 都是有钱人才玩得起 现在用1399元来收藏一个 真的完成我当年的梦想啊 好 快来开箱简单介绍一下 哇 这种旗舰级SSD的包装盒质感 做得真的太好了 和那种一次性包装真的不太能比 但其实这精美包装盒的费用也是算在你购买SSD价格里面 就看你要不要买单了 那包装设计上正面就是产品照片和名称 左上角有贴上你购买SSD容量封条 右上角就是台湾代理商贴纸新锐企 在背后就是产品和厂商资讯说明 快来打开盒子看看 盒子里面有附上一本使用说明书 但我不是很了解 为何要再贴上封口贴纸呢 是有什么产品序号不能给其他人看吗 怪了 哦 原来是怕夹在里面SSD控制软体 宣传单掉下来才要这样做哦 使用说明书有多国语言介绍 有空的话可以自行看一下 接下来是SSD固态硬碟 是用了很高级的塑胶盒保护固定防撞 但还是老话一句 这都算在你头上要加钱买的 SSD固态硬碟主体是用铝合金材质外壳 在上盖则是使用更厚2mm的铝板来加强散热 可见你就知道870 EBO的主控晶片发烈量 可不能小看啊 是需要加厚上盖铝材来帮忙散热处理 那在870 EBO内部构造方面 不好意思哦 这次我买来收藏用 所以不能拆开给大家看 而且它也做了很绝情的方法 只有一颗螺丝裸露在外面 另外两颗螺丝被封在产品资讯贴纸下 要拆开你就必须戳破贴纸 当场就马上破把固了 相当无情的做法 所以我帮大家找到国外YouTube 实差影片给大家看 影片的连结在下面资讯栏可以找到 但说实话啦 就算你打开来看 你也不知道里面用什么好料 在主板上全部都是三星自家设计的东西 很难了解其中的奥妙 也都是只是看爽而已 那接下来上机实测一下 当年旗舰级三星870 EVO SSD固态硬碟的实力吧 这次测试机台主机版是机家Z690 搭配CPU是Intel 13代i913900K 记忆体有32GB 频率为3600MHz M.2 SSD是金斯顿KC2500 250GB 读写速度有3500和1200NP每秒 显示卡是维星GamingX3O RX6900XD 16GB 目前测试室内温度为21度的台湾春天 首先是Crystal DiskInfo 目前是全新未使用的SSD 870 EVO目前待机温度有27度 差不多和KC600是一样用铝合金外壳的散热表现 但是在我用Crystal DiskMark 连续狂操毒血性能测试 870 EVO工作温度可以升到41度 前后相差有14度 让我了解为何它的上盖 后来会用到加厚2mm铝合金外壳 可见它的主控晶片和储存颗粒发热量真的不能小看 而在最后空盘0%测到 读写速度有560NP每秒 写入有526NP每秒 也是高阶2.5寸SSD固态硬碟的高表现 在4K Q1 T1也是相当好的水准 那接下来是AS SSD Benchmark测试 我又遇到和上次一样的问题 它把870 EVO试别为 美商博地P210固态硬碟 真的有扩夸张的辨识 这两者根本是不同等级的SSD产品 所以这个测试也只能给你加减参考用 而最后总得分有1221分 IOPS约在94,000和79,000左右 和KC600比较是有再好一点 没有落差太大 接下来是大档案读取测试部分 一样用IDA64来对870 EVO做全盘线性读取测试 870 EVO也是能用526NP每秒全程读取速度到结束 在当时两年前的2.5寸SSD固态硬碟 是非常高阶的读取速度表现 而且售价也是贵得吓人 接下来是全盘线性写入测试 它的写入方式设定感觉是让我看到了老朋友 环内空间超级小 往外速度超级好 在测试初级写入速度能平稳在499NP每秒 但写入到5%后 SLC快取耗尽就直接掉速到 350-365NP每秒一路平顺写完到底 所以当我听到有观众推荐我说 实权科技的CX2也有往外300NP每秒的写入能力 我才会马上买来测试 以为终于出现可以抗衡870 EVO SSD的产品出现了 接下来是用实际档案来写入测试 一样使用上次的52GB大小测试档 复制到870 EVO 500GB里面 初级写入速度最高可以到225NP每秒 但写到10%后就会马上爆充到500NP每秒 上上下下的跳动写入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670NP每秒 最低速度可以来到160NP每秒 这时大家有没有感觉一种很熟悉的写入方法 其实到后期有很多中高阶2.5吋 SSD固态硬碟都是按照三星870 EVO在学习 来达到高阶使用者的需求 而且连在78开始降速到130NP每秒 机械式硬碟速度到写完都是一个样子 可见在2年前的三星870 EVO 2.5吋 SSD固态硬碟已经做到这种极限值 再抄下去也没什么突破了 所以在后期的880-890 EVO 2.5吋 SSD固态硬碟就没有再打算更新产品推出了 所以我才会急着称便宜赶快入手收藏一颗 但我也必须说个老实话 870 EVO SSD的写入速度都是保持一样不会有太大变化 就算你写到99%满盘 它老人家的写入速度还是一个老样子 不会有出现像SLC缓存用镜 而钓道和USB随针铁一样低速50MB每秒写入惨况 是让人可以安心使用到最后一点空间 最后是在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在16KB以上区块的读写表现非常的强 读写速度已经可以达到2.5吋SSD8层写入速度 在436-466MB每秒 到256KB就能达到极限值500-535MB每秒速度 测试到最后也是表现一样没有出现掉速问题 那以上是三星870 EVO 500GB 2.5吋SSD固态硬碟测试 老实说全部测试完毕 870 EVO它还是两年前的老样子一点都没有改变 如果硬要说它哪里变了 我也只能说就是它的售价变便宜许多 连现在的我都可以轻松入手使用 所以你觉得我会推荐你去购买它使用吗 我想是不会的 因为现在是在特价期间 何时会再调回去原价我也不知道 况且现在870 EVO 已经是两年前的产品 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再有 880或890 EVO 2.5吋固态硬碟出现了 再说三星目前还有980 Pro和990 Pro M.2 SSD固态硬碟 读取4件要处理 哪还有多余时间来管2.5吋 EVO SSD更新产品的事呢 对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是三星固态硬碟的忠实爱用者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的使用心得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江小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 以后 大家 Titanic 好 好 三星 点